欢迎两位 这个小片里说 谈恋爱谈了三年了是吧 对 现在这个什么状态 一北京一山东啊 因为毕业了 然后就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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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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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不是要 我也说了 我不是说我不出钱 我说得很清楚 我说你既然想跟我有未来 我不希望你毕业了之后就住在出租屋里面 我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 让我看到一个未来的方向 而不是一直地等 一味地去等 你等到你三十岁了 你还是那么地帅气 但是我呢 我三十岁会是什么样子 我真的不知道 我的天哪 我不敢去等 这是你的想法 你就这么跟他谈呢 就是好多次连起来说的比较多 毕业以后两地多久了 一地 从毕业到现在大约有三四个月了 一地的时候就是他还是在忙他学校的事情 不都毕业了吗 不 就是他会有导师叫他回去帮忙呀 然后教一教新同学呀 就是帮忙 然后我就看着我在外面 我自己有可能会工作或者是干嘛 你都没有去很关心我 你天天关心别人 然后他又说我在外地吃喝玩乐 他就觉得我跟别的男生有过分的行为 其实根本没有 我如果不喜欢他的话 我早就跟他毕业就说分手了 我怎么可能说 我说我给你机会 我希望你跟我来上海 然后我在上海 我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怎么可能 这些他跟我说 我们学妹在一起 我们一起拍照嘛就会 他把所有的男的都忽略了 当看不见 只看见了那几个学妹 这些有照片都在朋友圈 然后他跟我说 你不找我聊 我在西安那边 我打电话给他聊 他跟我说忙 晚上再说 晚上聊的时候 11点多钟打个电话可以吧 他就会没有睡 我给他打电话 聊不到一会儿 因为我聊我这边的事情 他不想听 然后他那边的东西 他也不想告诉我 我们就没法聊 然后他说他要睡了 但是晚上看到朋友圈的时候 两三点 他还有动态在发 你不能这么抢死图里 那会儿比如说 我说我睡觉 是我真的去想睡了 然后没睡着 我用之前的图片发个照片 你就说我一直在外面 你不能乱猜忌 还有就是说 我就是想拿这个事来 多记忆几年 我想让你多在乎我一点 他觉得可能我现在在西安里面 大学刚毕业 赚不了多少钱 但是我觉得这很正常 谁大学毕业 就一下子六七千那样地赚呢 我只是想 我可以给你时间 慢慢学习 慢慢地去发展 然后他想让我跟他去上海 我说我做老师 他跟我说 那你为什么不做线上呢 咱们结合一下 然后找人投资 咱们把它做大 其实他说的那些我不懂 我自己有多少本事 我自己知道 我只想踏踏实实的 就像刚才他说的 他说我说的他不懂 他说的我不懂一样 不是我没跟他聊过 是他跟我聊了那些事情 已经四年了 我听了够了 然后我跟他在聊的东西 他又听不懂 说了一次两次之后 我真的不愿意 再费我的时间 再去跟他说了 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只是想让他去一些 著名的教育机构 你一样你当老师 可以去当老师 好好找一下 正常的发展的方向 你一直永远地 去教小孩子 你大一也在教小孩子 你大四毕业了 还在教小孩子 不是说不好 但是我看不到你的进步 所以我的问题特简单 你们今天来干嘛 我就是想 来 我就是想知道 因为之前很多次也做决定 但都做不了决定 我可能比较优柔寡断一些 这边我想 看能不能 你真的是把你的对我 对我稍微好一点 然后呢 我觉得我 然后我们一起 在西安也好 回老家也好 都可以 你说为什么跟他来呢 一是 我是一个比较重感情的人 再一个 我说过我特别黏人 特别强势 我懒得去 换来换去 我习惯了 他一直宠着我 但是我觉得 他又没有 就是没有完完全全地 去依附我的思想 他是 依附 我用的词也许不太 没事 就是 我想让他 更理解我一点 更支持我一点 我希望他把我们的未来 就是真的能去考虑得多一点 而不是走一步 看一步 那样我真的很难受 不知道怎么办 是这意思吗 对 来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对比你们的情感 你们的情感当中 有太多的空白格 就是彼此都在彼此的世界里 然后把空白留给了对方 其实以前 我听这首歌就在想 为什么恋人之间 会有留那么多的白呢 有时候说留白是一种美 但如果留白留多了 那真的就变成距离 你们之间太多的不同 价值观 人生观 包括对未来生活 小日子的安排都不一样 留白太多 那个爱情就没有那么充实 没有那么美好 你又强势又黏人 那么很难出现这样一个 既能够让你黏着 这样一个温暖的 不是那么大男人的男人 而又在你所谓的 对将来的规划上 那么清晰 那么明朗 那么有主见 这是很难在一个人身上 出现的 所以你们之间的空白 我觉得其实可以让他 空在那里 因为你最初选择他 看重的就是他的这份 踏实 稳重 我觉得其实这个男孩 身上有很多可取的地方 比如他说 我是应该更多地体验 校园生活 比如说去更好的学习 去接触社团 去校园里的活动 更多的参与 我们扎扎实实地生活 在每一天 我们所处的环境里 就是你更多的是 很跳跃地 接触了更多的东西 而他愿意在 正在所处的环境当中 不遗余虑地去过日子 这没有什么不好 男孩我反而也觉得 就是这个女孩 在某个层面上 也是适合你的 如果你们真的能够 磨合好了 坚持走下去 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互补 你缺少一些 长远的规划 缺少一些 像他这样年轻人 创业 或者是笨社会的一种激情 但是我们的生活 有时候还是需要激情的 它可以带动你 感染你 让你的生活更多元 更充实 我的建议是 如果此时此刻 你们彼此心中的感情还在 就尽量要到一个地方生活 我就说到这里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来 齐宗 女孩的进度恒果感 也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 做出决定来说 一定是你做出的 他一天一个遍 今天是这样 明天是那样 纠结 移动程度来说 你比他要成熟得多 他还一直停留在原地 你要对他期望说 我们磨合了三年之后 他已经会成熟起来 不可能 因为他在成长的时候 你会以更快的速度在成长 那好 既然你是一个 想得很清楚 包括这次来 你也是给他一次机会 在我感觉 那好 请告诉他 你心目中到底要的是什么样子 是一个跟你有相同价值观 并且有事业心 同时很成熟的那个人吗 其实如果没有他的话 我的 我想找的男朋友 肯定是支持我 理解我 爱我 然后跟我在一起 肯定不是他嘛 对不对 如果他不在这里 那肯定你找的一定不是他这样的人嘛 我说完了 对他要求太多 然后我又不忍心这么说他 你不忍心 你就忽悠他是吗 我没忽悠他 他如果做出让步 我也愿意做出让步 他怎么让步 你这话都说出来了 如果不是你是我现在的男朋友的话 我找的人 一定跟你是完全不一样 主要是时间太久了呀 回到时间久的这件事 对 所以他的让步 你刚才用了一个词是说 我懒得去换 对 可见你对这份感情的珍惜程度 并不是那么高 你不能这么说 我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 对 否则你刚才说的事实是这样 如果有另外一个像你那 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出现 如果这两个人同时出现的话 那是因为我这三年 我的三观发生了变化 我其他的人不一样了 但是我大一的时候 我就是喜欢他这样的 是啊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问题嘛 他适合不适合你 不是他的问题 也不是你的问题 就是变化 改变了 对不对 他没怎么变 对 刚才我说的让步就是那个问题 我不要异地 那是你到西安呢 还是回他老家呢 我不可能跟他回西安 也不可能跟他回老家 那你直接说嘛 你不要说我不要异地 你说要什么 要他去上海 我要他跟我一起 不论是上海或是北京 或者说其他我们商量好的城市都可以 姑娘 他有他的父母 我也有我的父母 对 姑娘 他有他的父母对不对 好 你觉得这一点也不难是吧 我就要你改变一点点 我帮你把这话说透了嘛 我就让你听我 你要的就是 是不是这一点点 你这么说我真的是 是这个意思吧 你戳穿我了 对 回答 能不能听他 不能 好了 我最后一句话 所有的事情都捅破那层值好不好 我已经听了他三年了 我不想再这么说下去了 行了 真相出来了 所以你们自己做选择吧 我什么建议也没有提 来来来 陆老师 他已经不再是你的那个兄长了 当你的嘴巴里面说出 他不愿意依附我的观点 虽然当时你说我可能用错了词汇 但是其实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们俩之间已经不平等 人格是平等 是 价值观也是平等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我明明从你咄咄逼人和 平平摇途的动作当中 其实你内心深处是看不上他的价值观 你觉得人就不应该那样活着 对吧 就应该像你这样活着 不是 我尊重他 如果你是到目前为止 你还来说 我已经忍无可忍 我已经忍了很久了 我已经很尊重他了 其实内心深处 你只是一直在忍而已 尊重一个人 如果需要一个人如此的忍耐的话 可想而知 你对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是有多么的不认的 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 你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很多毕业就分手的必分足之所以会分手 是因为进入社会之后 他的价值观才真正形成 所以很多事情只能回忆 却不能成为生活的权利 有些事情就是不能强迫 生在富贵 永远不知道贫穷的满足 生在贫困 永远不知道富足的烦恼 你们现在的两个人 哪里懂对方呢 你说他一时一个变 那我可想而知 如果他今天答应了你的这个要求 你还会有 接下来的二三四五的要求 我告诉你 甭管是他 还是将来你跟谁在一起 你的脾气一定会吃亏的 所有的事情你已经看见了 这个女生 还是不是几年前的那个女生 还能不能跟你在一起过 你们俩之间 还有没有可以修复的可能 你自己心里应该有一杆称 有些事情是值得回忆的 甜蜜固然是值得回忆的 因为毕业曾经的美好 都注留在每人的心目当中 但是如果要往前走 有些问题迈不过去 绕不开 要选择坚持自己 要选择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自己的价值观 一昧的妥协到了最后 只能双方都痛苦 你今天敢愿说出自己内心 真正的想法 说明开胜了 真正自我的第一步 你说的没错 他太自我 而你太不在乎自我 就对 好了 谢谢大家 我最后就是一句话 如果你们两个人够相爱 愿意为彼此 做一些改变和调整 你们再试试 如果你们俩觉得烦死他了 那赶紧 越快分越好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发红糖》 真情60秒 我知道虽然这些年 你接触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觉得你没变 你最本质的没变 你原先就是特别善良 你现在虽然这样 但是你还是很善良 你只是心之口快 喜欢把事情都说出来而已 但是咱俩就是 可能就像一个吃米饭 一个吃面条都没有错 但是可能就是都理解不了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 我想为你去改变 但是我希望你再更主动一点 我愿意做出让步 我愿意去改 我愿意去等你成长 我愿意把我小女人一面 都展现给你 我不想再给其他人 我觉得三年我已经够了解你了 你跟我说改变 我真的不信 那只能这样 有了太多空 来 也许你提 行吧 谢谢两位 请回吧 爱你却又该割舍 分开或是 来 请关门 电视机 好 谢谢 来 女生 来 挺好的 好 其实你出来要挺高兴的 这是真实的你 终于放松了吧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 谢谢你啊 我们的距离 都没有很高兴 不忽伴 感谢观看